這個紫色我搭了短裙褲和長撥 也是一個比較型格的穿搭 這個比較鬆容一點 因為我挺喜歡搭上身很寬鬆的版型 它兼顧得很好 因為它真的在三腳位做回平衡 不會整件做得很流泡、鬆的感覺 這個平衡得不錯 去到衣服的部分收進去後 在裙褲部分做回A-line 搭配長撥就已經很利落的線條 再說回衣服 這件衣服是相當寬鬆的版型 它的垃圾質地是軟身不吉肉 它是一個帶扭紋的模型 這個扭紋比較寬鬆 而且模型比較大 所以不說很密集 比較疏遠一點的排列 你看到是扭紋的設計 V-lane的Cutting 是一點點低的 不過是安全的 即是安全的部分 跌薄的Cutting 手袖就有一點點泡泡的效果 手袖口和三腳都是做一個羅紋的設計 也有一個很好的彈性 這個我自己覺得就這樣放著就已經可以了 梳石整個Lace出來就最靚最靚 因為它的Lace是比較Lady而古典的一個Pattern 同樣都是做回我很喜歡的一個在薄位延伸去到空側 做回斜切的線條 順應整個Cutting 去連貫整個的配搭 是非常之靚的一個細節 或者它的設計也做得很細緻 加上這個灰紫色比較特別一點 真的比較特別一點 它有點像香護紫的 灰灰的色的香護紫色Tone 配襯了古典的Lace Pattern 我現在就襯得松茸型格的Style 大家可以看看喜不喜歡這個造型 如果你喜歡襯帽子的話 都挺建議襯一些colorful的 都沒問題的 不過下身就轉一轉 如果你喜歡襯casual colorful一點的帽子 下身可能就襯一些牛仔的單品 直腳的裙款 不要襯長撥 這個就比較Lady型格一點 如果Lady型格一點 如果你喜歡襯casual一點 就是換accessory換下身 都可以襯一個鬆容一點的 溶懶系一點的冷衣配搭